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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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杨找来一架人体骨骼模型 他要将那些伤痕在骨骼模型上一一标记出来 以便更直观地研究分析 这些高清照片来自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拍摆射于人体骨被录像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发掘现场没有注意的一些伤痕 此时便清晰地展现出来 伤痕痕最密集的是头部 那到在发掘现场就发现的伤痕更加刺眼 他从前额开始 穿过右关状缝 从正面延伸到 右顶骨的第三个伤痕平行于矢状缝 长度为33.3毫米 颅骨左侧 从左顶骨延伸到左镊骨 有一道25.2毫米长的伤痕 在枕骨右侧 还有一个长22.5毫米的伤痕 在实验室的研究中 王晓阳新发现了一道伤痕 这道伤痕位于头颅正面 额骨右侧 从后内侧和前外侧延伸 长度为9毫米 我们当时的时候 因为是本来有右手 然后遮盖着 我们当时并没有发现这处 我们进行清理完以后发现 这个人骨右侧的眼眶部位 然后被削掉了一块骨头 所以就觉得他可能一方面是为了抵挡外来的这个侵害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为了抚平他这个伤痛 形成了一个被砍开的祸口 照片显示 在左眼眶下方 同样有一个明显切口 显示一件锋利的武器 曾砍向这里 头部的伤痕比较长 避体还比较深 眼眶这个地方 然后有一部分骨头已经被削掉了 说明当时造成的创伤 应该是比较严重的 紧紧头骨上就有八处伤痕 王小阳被深深地震惊了 这些伤痕只能说明行凶者绝非一人 甚至还有人从背后袭击了他 这个人几乎遭到了各个方向的密集攻击 是这些针对头部的严重砍伤 造成了这个人的死亡吗 医学资料显示 人的眼眶后方就是大脑 如果力气由此处刺入 会造成颅脑损伤 进而使人丧命 但头骨上的八处伤口 包括左眼眶下方那个大伤口 全部都是砍伤 导致伤者瞬间死亡的可能性很低 虽然都不是致命伤 但这些伤害 会使人皮下出血 软组织创伤 会造成意识模糊 或丧失 给伤者带来巨大痛苦 这个人是谁 他生前为何遭死厄运 又是什么人袭击了他 王小阳急迫地想知道答案 沿着脊椎 王小阳仔细观察胸腔部位 这具骨架的肋骨一根不少 似乎完好无损 但照片显示 左侧第三类前部 出现一个4.6毫米的痕迹 下缘还有一个2.5毫米的痕迹 在左侧第四类上缘 这里有一个5.4毫米长的痕迹 除此之外 右侧第五类上缘 也有一个5毫米的痕迹 照片清晰地显示 三根肋骨上 共有四处伤痕 和头骨的砍伤相比 三根肋骨上的伤 几乎都呈现为点状痕迹 符合穿刺 捅刺的特征 虽然伤口不大 但是肋骨这个部位 有心肺这些器官 如果说是这些地方 造成心肺功能缺失的话 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那会是什么利器 能造成这样的伤痕呢 从伤口来看 应该是遭受到刀 或者剑这一类的锐气 然后进行的攻击 但是肋骨这部分的东西 可能是遭到一些尖锐状的 匕首之类的 或者剑之类的东西 进行的攻击 在人体结构中 肋骨盛起了胸腔 保护着心脏与肺 左侧第二类下缘 是心脏的上肌 第五类肩 是心脏下肌 如果从此处穿死 心脏或肺脏 就会受到严重损伤 伤者会在三五分钟内毙命 或许这里才是真正的致命之处 统计下来 这具人骨上的伤痕 竟有十三处之多 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使人如此凶残 死者究竟是什么人 又为何会现身在 奇怪的大坑之中 大坑掩埋了尸海 还会掩埋着怎样的秘密 回到2011年 宁夏海源实验子墓地 M12号墓发掘现场 考古队员继续用手铲刮 用毛刷刷 用竹签条 在枯燥的动作中 他们清理一层 记录一层 揭露面 以毫米的速度 坚定地向下挺进 发掘到3.7米处 王小阳再次看到 一颗人头骨 它属于一位女性 这一颗头骨 孤零零地被埋在这里 在它周围 既没有发现 其他枝干骨骼 也没有任何随葬品 而神秘的大坑 却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 继续向下延伸 在接近6.5米的深度 骨骼再次露头 这一次又是人骨 大大小小的骨头 像被人为抛洒过一样 散落得到处都是 一颗残破的头骨 空洞地望着前方 王小阳观察后确定 这应该是一名成年男子 在实验室M12号目中散碎的人骨 被小心地拼合起来 结果显示 这些人骨居然属于三个不同的人 颅骨残破的那具 是一位成年男性 又轻又薄的颅骨残片 它的颅凤线尚未闭合 这是一个未成年人 还有一些残骨 一时无法鉴别 它们又属于谁 王小阳想起了在大坑中发现的 那颗女性头骨 一番对比鉴别之后发现 这些残骨的特征 正好与那颗女性头骨 相吻合 它们属于同一个女人 它们是墓主人吗 如果是墓主人 大坑中的那具人骨 同它们是怎样的关系 王小阳注意到 此时神秘的大坑终于不见了 这个大坑究竟是什么性质 如此纷繁杂乱的信息 如何解释 种种疑问还需继续寻找 大坑消失 人骨集中出现 按照以往的经验判断 这里应该就是M12号墓的墓室 墓室中器物并不多 而且散乱放置 没有规律可言 这是一组陶器 陶盆 陶增 和陶灶 共同组成了 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场景 有造就是家 有家才圆满 这是一组车马器 有车位 还有这件码头上的装饰物 当炉 显然 它们只是一些名气 这是一把还手小铁刀 残长19.5厘米 或许 或许曾是男性墓主人生前的心爱之物 用骨头打磨而成的耳当 好像一把小伞 中间穿孔 它应该属于女性墓主人 这些散落在墓室中的铜钱 有57枚之多 剔除掉绿色的铜锈 五珠两个钻体文字 清晰可见 这是汉代法定货币 五珠钱 我们通过对五珠钱这些形态进行看的话 它基本上应该是 处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的 在零万的随葬品中 几件极小的器物 引起了王小阳的注意 这两件玉石器几乎一模一样 边缘被打磨得很圆滑 通体呈润泽的乳白色 微微鼓起的一面 有英克线条勾勒的一对翅膀 和一双眼睛 形似玉蝉 王小阳仔细观察发现 两件玉蝉雕刻简练 平直有力 寥寥树刀 便准确勾勒出了玉蝉的神态 这是典型的汉八刀工艺 另一组玉石器共有四件 它们大小相仿 总体呈乳白色 通常不到2.4厘米 两端直径不到0.9厘米 汉代人笃姓玉 能使肉身不服 因此在下葬时 常用玉石封堵逝者酒窍 形成了玉蝉的藏俗 根据以往的经验 王小阳判断 两件玉蝉应该是口寒 四件貌似腰骨的玉器 应该是鼻塞 口寒就是放在死者的口部 然后鼻塞就是放在死者的两个鼻孔内 两个口寒 四个鼻塞 是两具遗体所用之物 也正好与M12号墓的一对男女一笔相匹配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个墓室里面应该是有三个墓主人 这样的话就是一男一女一个未成年 所以我们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家庭 然后埋葬在这一个大墓里 M12号墓里 埋葬着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 这应该是一座汉代家庭合葬墓 但是还有许多谜团依然困惑着王小阳 那个一头扎向墓室的神秘大坑是什么 大坑中部那具姿态诡异的人骨又是谁 他和墓主人又有怎样的关系 这些疑惑还是没有答案 为了探明真相 王小阳请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对人骨进行更加深入的检测 王小阳希望通过检测 搞清楚M12号墓的墓主人身份 族员 以及这具诡异人骨和墓主人的关系 在等待检测结果期间 王小阳不断琢磨着那个神秘的大坑 M12号墓所有的未解之谜 都藏在那个大坑之中 大坑准确地打在了墓室正上方 墓内随葬品几乎被席卷一空 因为我们清理到下面的时候 可以发现这个人物分布的 确实是比较散乱的 他那个藏室呀 形制已经完全没有了 所以就确定这个墓葬肯定是被盗过 这个墓葬肯定是被盗人的 那这篇时间就脱了 那这小散乜来の物质 都不被盗家 后面不被盗家 那这篇时间就立不没了 那我留下 带来没有了 就不 na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土是一种极易随降水流失的土质 大坑上大下小的漏洞形状 极有可能是地表的黄土不断向洞内塌陷造成的 至此 王小阳才确定M12号墓上的大坑 就是一个稻洞 最初它是一个常规的小稻洞 经过雨水的冲刷 黄土不断坍塌 而逐渐形成了之后的状态 如此看来 那具伤痕累累的人骨 包括人骨上方那把秀气斑斑的铁剑 似乎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铁剑或许是M12号墓的随葬品 它很有可能就是M12墓石之中出来的 当时发生盗绝行为以后 把这个铁剑移起来M12 盗洞旁边的堆途中 后期的时候 不管是人为或者说是自然因素 跌落到盗洞之内 这具伤痕累累的人骨 有可能是盗墓团伙中的一员 就是一个盗墓者 盗完其他墓葬以后 然后有一个分葬不均 或者其他原因 被杀害以后 然后被遗弃在这个盗洞之内 这个推测显得非常合理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几个月之后 王晓阳终于等来了 麒麟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检测结果 碳十四年代检测结果显示 M12墓室中的男性墓主人 生活在东汉中期 体质人类学检测还证实 实验子墓地的遗骨 属于一只经过高度融合的人群 他们的体质特征 接近战国时期 在此地活动的游牧人群 他们既保持着 与中原的密切联系 也体现出一些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 实验子墓地的人群来源 已经十分清楚 但王晓阳更迫切地想知道 M12号墓倒洞中 那具山痕累累的人是什么人 他为何被丢在了稻洞之中 检测结果 令王晓阳误瞪口呆 碳十四年代检测显示 稻洞中那具人骨的年代 竟然不是东汉时期 而是唐代初年 也就是说 这个人不是东汉时代的人 而是一位唐人 我们知道这个结果以后 确实是比较惊讶的 因为M12呢 它本身是一个汉代的墓葬 但是在稻洞里面 却发现一个唐人 这在其他的地方呢 也是比较少见的 东汉到唐代初年 这中间相隔了六百多年 检测报告还显示 这名男子颅骨和肋骨上的伤痕 都是生前造成的 只有左持骨是在死后锻炼 也就是说 他完全死于他杀 而且死得很惨 那么一位唐人 怎会出现在了 一座悍墓的倒洞之中呢 动物研究 为揭开唐人遗骨之谜 提供的线索 侯妇任 主要从事动物考古的研究人员 她对M12倒洞中的动物骨骼 进行了细致的对比研究 倒洞 共有动物骨骼393块 能被甄别的有15具个体 侯妇任发现 其中有一些动物骨骼 保持着惊人的完整 这个完整的话 只能解释为 它是一个活物 进入到这个坑内 然后埋藏死亡掉 是这个样子 活物不慎掉进了 倒洞之中而死亡 所以其骨骼保存完整 这个分析为进一步寻找唐人遗骨之谜 找到了突破口 在15具动物遗骸中 有9具是位于唐人遗骨的下方 这表明动物们掉入倒洞的时间 要早于唐人 也就是说 在唐代以前 M12号目就已经被盗 另有6具动物遗骸 位于唐人遗骨的上方 说明这些动物 是在唐人之后 才落入了倒洞中 倒洞就像一本清晰的历史书 第一页 墓葬建成 翻过这一页 倒洞出现 墓葬被盗 接着有动物进入 再往后翻 唐人遗骨 再翻过去 又是杜人 至此 营到在王小阳脑海中 一个个孤立地问号 终于串联在一起 构成了一个离奇故事 M12在多看以后 可能就被打扰过一次 然后形成了一个盗洞 在唐代初年的时候 然后有过一次盗墓行为 盗墓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 争当不均的情况 然后将这个唐人杀害以后 移弃到M12的盗洞之内 这样的话 这个白骨可能就是一个盗墓者 这个推测几乎天衣无缝 但并非唯一的答案 唐代法典 唐律书役明确规定了 针对盗墓行为的乘处法条 这名唐人生活在唐代初年 他明知国家有如此严苛的法律 何以盗掘坟墓 以至于自己惨死其中呢 如此丧心病狂 铤而走险 可能性似乎很低 因此 也有研究者提出了 另一种可能性 吉林大学的周子宁老师 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 他认为这个唐人尸骨 可能是一具袭击案 或者凶杀案的受害者 在被袭击以后 将这个唐人离弃到 这个M12的盗洞之内 用于掩藏他的犯罪行为 也就是说 被抛弃在盗洞里的唐人 也许并非盗墓者 而可能是一起凶杀案的受害者 凶杀第一现场并不清楚 但尸体处置地点的选择 却很明确 将尸体藏匿于物地的道洞之中 很难被人们发现 这是发生在唐代的 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而受害者终于被发现 竟然是千年之后的 一次考古活动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邹子宁认为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这都是施害者的一种特殊策略 将犯罪行为 隐藏在墓地之中 有如将一片树叶隐藏在森林之内 用于逃避惩罚 石燕子村静谧安详 清水河承载着岁月 默默流淌 没人会想到 小村地下竟隐藏着一起 古老的离奇命案 宁夏考古工作者 凭借严谨的工作态度 借助现代科技手段 揭开了这起历史迷案的 冰山一角 正经捕史 揭示历史真相 刷新历史认知 这正是考古工作的 魅力所在